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来到新闻时事报 我们来看 美国总统川普才刚宣布 帮助中芯通讯有媒体就爆料 有知情人士说 美国与中国正在谈条件 华府将会以暂缓制裁中芯 来换取中国取消4月开始 对美国农产品加征的关税 美中贸易战四处延烧 中国电信大厂中芯通讯 也扫到台风位 受到美国政府严厉制裁 销售禁令让中芯通讯大喊 迟不消 面临前所未有经营危机 白宫不改脸色 对外表示遗憾 中国已经严重了几年 迁业的交易经济 迁业技术通讯之类 这就是一部分的谈论 当美国总统 或美国总统公司 美国打击中芯通讯 看能不能以此让中国在贸易战中乖乖听话 只是美国商务部才做出抵制 美国总统川普却调转火车头 宣布要救援中芯通讯 让一切死灰复燃 商务部必须配合接求做出调整 对此华尔街日报披露 根据可靠的知情人士说法 川普这个动作表示美国与中国正在谈条件 取消对中芯制裁来换取中国取消4月开始 要对美国农产品加征的关税 中国政府觉得有诚意 大赞川普格局大方 美中还是能有沟通空间 我们十分赞赏美方就中芯公司问题所做的积极表态 我们也正在与美方就落实的具体细节 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那么在这儿我可以说 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 推动即将举行的这一轮经贸问题磋商 取得积极和建设性的成果 中国渴望看见建设性成果 果然川普做了大动作 美国态度放软群球逆转胜 中国派出智囊团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带队 前往华府做商讨 美中打通贸易 查看彼此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 新闻时事报 徐琳这里报道